市主委 好 謝謝主席 我們請市主委 市主委精神很好 謝謝委員 白頭挺兇的 謝謝主委 主委我過去請教你 就是說 什麼叫數位費流 我想以主委的這個 這個專業的角度跟立場 我想都可以滔滔不絕 講了一個小時以上 那但是民眾啊 到現在我看還是 不知道這個 不知道這個數位費流 到底是在收什麼東西啊 這個所以 這個 我想 主委現在是不是能夠 最簡單的那個數位費流 再收一次好不好 要給民眾了解 最簡易的 馬上來 是 謝謝委員 數位費流簡單的說呢 透過數位科技 以前用不同管道才能夠 收到特別的服務跟訊息呢 在各種管道上都可以獲得 然後呢 每一個管道都可以收到各種服務 所以廣播呢 可以從手機上聽得到 所以呢 電視的線路也可以上網 對啊 這個很簡單 我們聽起來是 但是好像先導還是不夠啊 是 在這邊 議堂上你一講 是我們聽了 這樣簡單 大家就覺得說 你在 這個我們手機上 你什麼都可以 什麼資訊啊 還是廣播 這個都可以獲得 是 非常方便 那但是 用這個數位費流 這四個字 大家好像就 所以我說這個還是 這一方面還是要加強 今天我看 我們有一個提案 也是在這一方面 謝謝委員 說讓數位費流 你在什麼場合都先導 你看我們從數位費流 這個推動了這幾年啊 民眾 這個 我們從 民眾了解多少 我想從 這個台灣數位費流 發展協會 在2013跟2014年 做一個這個民調啊 這個 數位費流 大調查 還顯示這個 一層的人啊 一層的人 知道 知道這個 那其他 其他九層 根本就 大多數人 就是 對 數位費流 還是不太清楚 所以你一個政策要推動 政府一個政策要推動 你如果說民眾 沒有深入的了解 非常了解 他能夠配合 大家配合來 你做了一些 好事情 這一些好的政策啊 民眾他覺得 這個是政府 真的幫我們 我們NCC 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他們你的 這個我們 我們滿意度 才會提高嘛 是 那所以你看 我們這個 除了 除了說 大家都 對數位費流 這個名詞啊 搞不清楚之外啊 我想還有一個 一個 一份資料 給主委看 就是 滿意度 我們 數位費流的這個 這個推動的責任啊 我想百分之五十六 一半以上都是認為 這是政府的責任啊 當然業者也要配合嘛 不過就是說 既然政府的 大家都認為是政府的責任 在這一方面 當然應該 NCC這一方面 應該更加強 我們也是其中很重要的環節 這個 這個角色 那 這個 我要再 接下來請問 我們 主委 這個你說過年後 要提出數位 匯流 大法版本 目前已經過完年了 新年開始了 有沒有什麼新的 進化 跟我們報告這個 您所說的那個進程 大概是記者推估的 因為我只跟他們說 我過年期間 不會出國 他們就說過完年我就會把法律變出來 我跟他們說不可能 法律不是用變的 它不是魔術 你也說明年 明年 就是這一年 就是今年 那今年你又要推到年底吧 沿你法條呢 會有一定的進程 我們把裡面比較關鍵的議題 都問了 包含了各行各業 還有各個意見領袖 跟產官學員的代表 那我們大致上整理出 每一個議題大的想法 因為法規最重要的是呢 開創一個新的環境 對你 這個好啦 慢工出戲也好啦 但我是要再請教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 這個原本規劃 如果 我們這個數位大法 這個通過 將來 這個 通過 那還要力推 這個廣電三法嗎 有這個立法的必要嗎 有 確實有必要 因為廣電三法解決是 目前已經發生非常急迫的問題 而 匯流大法呢 它是多部法典 它是要替產業 以及民眾呢 剝劃一個 有前瞻性的 未來的產業發展 那是要合併處理 還是 還是這個 這個 它是兩個不同的議題 不同的層面 廣電三法 廣電三法 是非常具體的 在處理現在的問題 解決現在的議題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可以 廣電三法其實 在101年的時候 就已經提出了 對啦 現在你是要 修了一勞永逸 是不是 在變化快速的產業裡面 可能法律規範比較難 一步到位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 是隨著產業的進程 每一個階段都提出 有前瞻性的規範架構 是是 那我看 這個 廣電三法一直通不夠 這個 目前 主委 你這邊是 還有什麼困難 跟委員報告 你不是說 跟業者協調 大多數都已經 那個 支持了 那怎麼到現在 還沒辦法 推出來 我們希望 明天的會議呢 就可以把 最近 最成熟的意見 全部都可以整理出來 可以把這個 所有法規的障礙呢 都可以適度的排除 那 確實 這個在 交通委員會 很早就從專業立場 審查通過 廣電三法了 它本來就是一個 可行的法律架構 那 當然是有很多 個別的業者 對它 業者的個別利益 將來的經營環境的變化 它認為 對它不利 所以呢 它不敢讚同 這樣子一個 修正的方向 我們也希望呢 給它比較 比較穩定發展的一個願景 這時候呢 其實有很多管理措施調整 就可以讓它們 將來產業發展 有一個前途 無線電視 跟這個衛星電視 這個業者 他們的這個 能夠達到共識沒有 具體的問題 難免利害 有一些差別 但我們希望呢 法規不需要 就個別的利益呢 做過度的介入 而是有 讓它們有環境可以各自發展 但是你沒有個別介入 你兼顧啦 你要兼顧 你也不能受到阻礙 受到阻礙就 當然 沒辦法 其實是為民眾 有更好的收視環境去努力 而不是為了一個產業 或是一家事業去努力 這個我是贊成 你要這個消費者 大家對消費者都有利益 這是第一考量 是 那後面才個別的利益 對 但你這個幾種業者 你這個幾種業者 你要怎麼把它調和 把他這個 臨機共識 這個最重要啊 是 這個還是要加強 是 我們會努力 每年談這個 蘇惠惠惠惠 大家都搞得迷迷糊 你在一個法案 在那邊弄了 一年 透過一年 這個大家 更自私益粉 是 是 那第二個問題 請教這個主委 那個立法案 在一百年六月 曾經通過廣電法的小壺修改 讓配額 頻率 及其他限量 或定額特許 執照之受益 可以排除 預算法限制 採行 評審制 拍賣制 公開招標等方式 以防止財團 壟斷經營廣播媒體 對 這個 那前年 我們委員會 我在委員會 這個我們提案 希望這個要求 NCC在六個月內 公告廣播電台 釋照方式 之原則 及其成 去年 這個 我們行政院 也 最後也核定了 釋照 規劃內容 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說 它的內容是這樣 就是說 釋照區域 頻率及章數啊 讓 擬彩滾動式 分階段 釋照 是 預計第一階段釋出 這個 前期網 以實質審查 加拍賣方式 供外界申請 以及釋出 FM中公立 電台 9家 FM小公立電台 22家 AM小公立電台 這個 兩家 我當然 這個關心的就是說 那時候媒體禁用前 我們是希望說 像我們偏鄉啊 所以你這個 小公立的 AM小公立 這個 有一個在高雄 一個在花蓮 我說這個 業者他們已經期待那麼久 既然內政 這個行政院都通過了 你們這邊作業怎麼那麼慢 跟委員報告 現在人家這個 投注有的 要申請的都在那邊 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 全區網的部分 因為兩張保留給客家委員會 跟原住民族委員會 他們各自提了建台的計畫 行政院在審查的時候 也請我們協助 那另外是委員 剛才所提到的 這個中公立跟小公立 我們要做市場的評估 那也要做技術 有沒有產生那個頻率干擾的問題 要做詳細的主點調查 後來我們發現 確實有些地點 有頻率干擾的問題 因為在一般的分布上面看不出來 但實際上因為有些廣播電台 電台發射地點遷移 會導致實際頻率上產生干擾問題 所以我們要逐一檢討排除 因此呢 要檢討多久呢 為了讓這個計畫更成熟起見 其實我們做過很多次的評估跟協調 那最近可能就會定案 那公廳會什麼都舉行過了 那你這個還要拖多久 我們希望在我們的範圍之內 可以決定 我們都盡早決定 因為有些事項 並不是NC獨立可以決定的 所以我們會盡可能的去加速 在我們的範圍之內 一定會最快達成 最快達成 你能不能有一個時間表 你現在都在你掌握之中 你剛才講的就是說 對這個 因為你這個已經都好像都成熟了 只欠東風 你要怎麼樣去給人家申請而已 你這一些問題 你應該有一個時間能夠把它解決 是 我們 預計你 技術方面的問題大致上都決定了 但是呢 有一些問題會涉及 比如說市場本身的發展呢 因為廣播市場 是一個非常擁擠的市場 但是當初我們就是說 你會 小公立的這個AM 小公立的這個 你會只有兩台而已 一個花蓮 一個高屏地區 當然高雄這邊就包括屏東縣 台南嘉義 以南這樣 這個區域這個 哪有市場有什麼大問題 跟我們包括廣播呢 大致上有第一個 全國廣告市場 地區廣告市場 地下電台我們都起地 起地的很有成效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應該儘快啊 是 我們一定會加速的 對啦 把它放在心上 一定的 老師這樣 因為業者在反應 是 我們對對這個NCC的這個 牛鋪化 這個 我們絕對不敢牛鋪 啊 不敢牛鋪 就是在牛鋪啊 不是 包吻這個干擾問題 確實要逐地量測 才知道它到底哪個頻段 會產生干擾問題 對那你不是說技術問題 你不是說技術問題都解決了嗎 至於AM的部分呢 其實我應該所說 那兩地區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都會去要建AM電台很難的是 現在它建不出地網 所以呢也要看電台 合宜的設置地點 確實要逐一瞭解 欸現在不是 現在地網那個 我看以前像中廣 它在高雄的高雄台 它那個都在市區 但是後來簽到 時間到 所以建築地點 要很精準地去做評估 這點我們一定會努力的 好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王進士委員的質詢 我們接著請李鴻軍委員質詢 謝謝王進議員